在福州古楼区的中心地带,就有一条名为雅道的小巷,此处方向众多,举尾相连,枝繁叶茂的荣树遮天蔽日,雅道像遮蔽于绿荫之中,即使在夏日也分外优良。 而与之锦翼强之隔的便是福州文旅的核心地带,大名鼎鼎的三方七象。 三方七象赋予了雅道像独一无二的商业流量,于此弹预出了独一无二的雅道市集。 雅道集不仅拥有最在地的福州文化,更是福州首个以东方美学为标榜的市集。 它从来不只是贩卖商品,而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分享。 我们打造了一个有调性更有温度的年轻力艺术市集。 各行业的匠人、造物家和美学生活爱好者们得以再次相会。 正因为这里始终保留着某种烟火人间的街区本色,市集这一如此温暖亲和的交易形式才能在此复生,并承托着更大的生命体验的可能,汇聚、涌动成为雅道像的新生力量。 一处未来可期的市集,以一个底蕴深厚的历史地标的联动在此徐徐展开。 雅道像的过去,孕育了雅道集的现在,而雅道集的明天,也正是雅道像的未来。 雅道集打开了福州人对东方美学艺术的新任职。 雅道像也终将成为福州最美的艺术街区,以及福州人享受东方美学文化的首选聚集地。 雅道像的产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